哈喽大家好,我是洛洛,今天继续给大家讲世界奇妙物与之,拼捉恋人 女主从小的梦想就是找到自己的真命天子,然后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并且女主现在也有一个从高中就交往的男友 女主觉得男友就是自己的真命天子,一定会和他结婚 还把爸爸留下的手表送给了男友 可男友似乎对女主不是很用心 女主觉得男友就是自己的真命天子,一定会和他结婚 这天晚上,女主来到一家咖啡厅,突然咖啡厅的时钟开始加速 本来在吃饭的人们都慢慢消失了 女主有些懵,以为自己出现了幻觉 这时有个老婆出现,询问女主是否可以拼捉 女主不知状况底同意了 坐到女主对面的老婆说,好久不见,看到你很好我就放心了 还叫了女主的名字 女主很疑惑地问老婆怎么知道自己名字的 老婆却说,因为我一直和你在一起啊 我是你的恋人 女主一脸困惑,这时咖啡厅又恢复了正常 第二天女主和同事了解此事 以为自己做梦了 晚上女主又再次去了那家咖啡厅 又看到了之前的景象,也再次遇到了那个老婆 女主自言自以地说自己又做奇怪的梦了 可老婆说这不是梦 这里是可以将女主所在的时代和老婆住的未来 暂时连接在一起的咖啡厅 老婆是来自未来的人 而在女主的这个时代,老婆是和女主一样大的同龄人 女主表示很怀疑 这时服务员上了两份蛋包饭 老婆说这是你喜欢吃的吧 并向服务员要了一份蛋黄酱 将蛋黄酱涂到了饭上 女主很疑惑地问老婆是怎么知道自己爱吃蛋包饭呢 老婆还是同样地说,因为我是你的恋人 女主感觉很奇怪 这时女主看到老婆手上戴的手表 是爸爸留给自己现在送给男友的那块表 突然老婆又消失了,女主回到了现实中 晚上回到家中,女主做了一大桌子菜,等男友回来吃 但男友一点也不领情 觉得女主这样做会给自己很大压力 还把女主给的手表放在了一边,女主很失落 之后女主经常去咖啡厅,也每次都能见到老婆 老婆不仅知道女主爱吃什么 还知道女主的兴趣爱好,想去哪里旅行等等 女主相信了老婆是来自未来的恋人 这天男友发信息过来,说晚上一起吃饭 女主很开心,想到老婆描述的未来生活 两人还是很安爱的 回到家中,特意给男友做的蛋包饭 还抹了蛋黄酱 可男友根本不喜欢蛋黄酱 还问女主为什么放这个 这时男友突然接了个电话,就急忙离开了 女主很吃饿 在去咖啡厅时,女主问老婆 什么时候喜欢吃蛋黄酱呢 可这时老婆突然笑喘犯了 女主赶紧问老婆是不是病了 要不要去医院 但老婆说,比起在医院 还是在这里和女主说话更愉快 女主笑着说,未来不是也有我吗 老婆没说话 女主意识到那时的自己已经去世了 女主想跳过悲伤的话题 说点开心的 就问老婆是怎么给自己求婚的 但要说算了 知道太多就没惊喜了 老婆只说了那天是个下雨天 后来有一天,女主刚好遇到下雨 找地方夺雨 尽管被淋湿了 但想到老婆的话还是很开心 可这时女主却看到了男友和另一个女人在一起 女主就这样在雨中看着他们坐着离去 之后女主回到家中 就和男友说自己看到了 可男友竟然说自己真的想和那个女人交往 然后把表还给了女主,离开了 女主很难过,独自走在马路上 这是女主看到自己手中的表 突然意识到老婆并不是现在的男友 赶紧来到了咖啡厅 可这次女主并没有见到老婆 而是服务生给了女主一封信 是老婆写的 信里面写道 当你看到这封信时 我已经不在人世了 我所在的未来 有种能够让时空短暂连接和死去家人见面的系统 我想鼓励那个在与我相遇之前 处于人生低谷的你 所以用这个系统和你见面 你要记住 不管你现在有多么悲伤 生活多么艰辛 但你一定会幸福 看完戏 女主很感动 从此也开始了乐观向上的生活 一点也不像干分手的样子 同时和女主提到前男友 女主也只是淡淡地说 她不是我们命中注定的人 这天女主再次来到了这家咖啡厅 店里人很多 座位都坐满了 这时有个男人询问女主是否可以拼桌 坐下后向服务生要了一份蛋包饭和蛋黄酱 和老婆吃饭的方式一样 女主抬头看了一下 画面定格在女主的微笑中 故事就到这里 在这个世界中没有能让时空短暂连接的系统 所以我用这个视频来告诉你 你要记住 不管你现在有多么悲伤 生活多么艰辛 但你一定会幸福 一定会找到那个对的人 答应我 在遇到对的人之前 照顾好自己 好啦 今天就讲到这里 喜欢记得关注 获取第一时间更新哦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